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德老师 那么我们接下来接着更新松极油柜的相册这首曲子的主歌部分 那么主歌部分的话我们在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在最后的每一小节结束的地方稍微把这个音量弹轻一点 那么实际我们来看一下主歌部分第一小节 好 那么第一小节的话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要在伴奏的时候 这个是旋律 那么在旋律比方说在第二拍的位置 把这个音量稍微的弹小一点 要比你的旋律声要小一些 好 那么接下来在第三拍第四拍 好 在弹这个一弦空弦的位置 那么我们这个小指按住的这个二弦五品这个旋律音暂时还不能松掉 好 这边还没有松 一直到这里 在这个滑音的前面一个音再松 好 因为这样的话你的低音才能够一直保持住 好 低音不要松 好 在滑音之前低音都不要松 好 再滑过来 然后这边下一小节还是用的这个大拇指来反扣六弦五品 好 注意这个音量 然后勾弦 好 接着往后 好 那么下一小节的话 好 这边用左手的食指横按住四五六弦的四品 好 这边也是要注意更硬不要松 好 那么在每一小节结束的地方把这个伴奏声弹小一点 好 大家可以听到我在弹这个和弦音的时候 在伴奏的时候 弹的这个声音要比旋律要小很多 好 像这样 好 那么接下来弹的感觉是一样的 只是在节奏上它有一点点区别 好 这边还是要注意这个 这个歌音松掉的位置 好 那么这个三品滑音到四品这个旋律可以稍微的弹重一点 好 接下来 好 那么接下来是滑音 从四品滑到七品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在你滑音的时候 这个音头不能滑太重了 不能像这样 音头不能弹太重 我们要稍微轻一点 它这个声音是一个健强 就是从弱到强 首先滑过来这个音是比较轻的 好 像这样 好 然后每一次滑音都是一样的感觉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从五品滑也可以 它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无头滑音 好 这种感觉 好 然后这边 在结尾的地方稍微柔一点 好 在这边滑音的位置都是要有一个从弱到强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的静小杰弹上去的感觉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这个地方只需要注意它的一个执法 好 接下来从这个七品 九品滑到十二品 也是要稍微的柔和一些 好 这种感觉 不能滑太快的 好 那么接下来的这几个小节的话我们要注意 好 这个首先是这里 这个更音按住不要松掉 然后十二品翻音 然后这个有一个往青铜方向滑 滑到二品 好 这个滑音的话也是需要注意它的速度 注意这个过弦速度 好 不能这样 不能太快了 稍微慢一点 然后这个滑音 大家可以注意它的音量 它是从大到小的 好 像这样 不能这样 好 像这样的感觉 好 那么这个地方执法 可以用中指来按 也可以用拇指来反扣 好 那么这个地方 用拇指和中指的一个区别就是 你在按一弦四品这个音的时候 好 这里 如果用中指的话就要用十指来横按 如果用拇指的话那你就可以用中指来按 我习惯是用这个中指 我习惯是用这个中指 好 然后接下来 好 这个滑音是一个比较轻的滑音 好 不需要弹 只需要用这个之前播出来声音的一个演音 好 非常轻微 然后 好 那么在连续的这个播弦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音量变化 它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从弱到强 这种感觉 好 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三指法 就用中指弹一弦 十指来弹三弦 拇指来弹低音 好像这样 用三指法的话弹上去会比较顺一点 然后在这一小节的第四排的位置有一个低音 那么这个低音我们也不能弹的太重 不能弹太重 要稍微轻一点 最后一个翻音下扫 那么这个翻音下扫的话和这个我们在前奏的一开始 这个就感觉有点像 也是需要注意它的一个颗粒感 好 那么这首曲子的话我觉得 要让听的人产生一种 昏昏一睡的感觉 好 这种感觉是最好的 好 那么这就是它的主歌的第一部分 我们下集课再讲第二部分 拜拜